2016年 天空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发射 在它的内部 每一项中国科学家的外太空实验都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为了酿造出顶级的世界美酒 中国科学家让赤霞珠 美洛和黑比诺等几种葡萄藤 搭上天空二号这趟顺风车 进入外太空进行基因变异实验 而这几株幸运的葡萄藤 正是来自中国宁夏的赫兰山 一时间 宁夏赫兰山生命确起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人 一直在怀疑与尝试中前行 他们固守着自己的底线 接纳着全新的理念 在跨越了地理局限和文化冲突后 用自己的方式打开全新的世界 Purl One 世界三大葡萄酒博览会之一 近年来 中国超过法国和意大利 成为了世界第一档葡萄酒消费国 这也让Purl One 在2020年顺理成章地落户中国上海 酒店 这个国家酿酒师的资格 为什么我的否则是菁尔 这是臭小牙 但是这个 这个香料增加两位 我叫邓忠祥 我是一个职业酿酒人 我生活在宁夏 然后戴在英川 现在已经8年了 八年前 邓忠祥从法国的 伯根地葡萄酒学院毕业 并拿到了法国国家酿酒师的资格 八年后的今天 他已经成为了宁夏赫兰山最年轻的酿酒顾问 宁夏自然成为了邓忠祥生活的重心 因为宁夏是一个相对来说 稍微缺水的这样一个身份 那葡萄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呢 葡萄它不需要那么多的水 相对于其他浓度来讲 它是相对来说更少一些的 宁夏强烈的这样一个阳光和紫外线 这样一个相对一千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 以及非常好的沙地这种排水 这一切一切的因素都造就的 这里是一片天然的优质的葡萄种子的地 如果说葡萄酒代表着一个交响乐团的乐手 那酿酒师则是这个交响乐团的指挥 每一滴入口的葡萄酒 就像一个个音符一样 不断地刺激着酿酒师的感官远见 酿酒师则要从复杂而多变的气味中做出判断 指挥着这个庞大的交响乐团演奏出华丽的乐章 当秋季的最后一批葡萄入国 入罐之后 11月 邓忠祥迎来了酿酒师最为忙碌的季节 他要对入罐后的每一款酒进行发酵监测 作为六家酒庄的酿酒顾问 他不仅需要对酒负责 也需要对市场负责 为了赶上圣诞节和春节两个巨大的消费窗口 邓忠祥服务的酒庄提前预售了一批甜葡萄酒 但是这批甜葡萄酒并没有完全发酵完成 酒体还处于浑浊的状态 邓忠祥需要做的 是把酒中残留的酵母过滤掉 从而保证这批甜葡萄酒可以按时上市 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 会给予我们酿酒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压力 因为这个压力就是 我不能完完全全按照它自然的这样一个 一个发酵规律或者是承酿规律来上市 而是需要根据市场的这样规律 或人工去人为的去干预和控制它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偏向于 偏向于让它所有的东西都自然发展 但自然发展是完全赶不上节奏的 类似繁琐的事情 邓忠祥每天都在面对着解决着 长此以往 他的内心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做了那么多年酒 但是心中始终会有点缺憾 这个缺憾不是说没有做出好酒 但是总觉得缺那么点点什么 缺的是一种真正的自由 那种真正的自由是在酒庄无法得到的 你自然而然说 有没有想过为自己做一款酒呢 或者为家人做一款酒 那种我觉得成 account的 有没有想过 祝典的 我们第一次不得到有 我准备到一家 我们的孩子不得到 我们的孩子不得到 这样 进去 我们的孩子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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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孩子不得到 因此不得到 我们的孩子不得到 大人是不得了 这是谁呀 原来是树上的小松鼠 我叫孙杰 我是邓钟祥的妻子 我是品酒师 作为一名品酒师 孙杰经常在各大国际葡萄酒比赛中担任评委 我当时接到通知 带着我们酒庄的这个酒 去参加了一次我们的这个酒会 正好我的太太在那个时候是评委 那也比较巧合 那天就我自己这个酒 在我们这个比赛中拿了个第一 回去之后 他可能不知道找谁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找的理由是说 他在给我的学生教法语 他问我用的什么书 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虽然你是我这队里见过最做的女人 我不同意 那还有最多的女人 我同意 我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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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这队都能和你一起做 嗯 希望你呢 这队里有 一位是酿酒师 执掌着葡萄酒酿造的每一道工艺 一位是品酒师 把控着葡萄酒的发展方向 职业的匹配度 加上天然的默契度 这些让邓忠祥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要酿造一款自己的葡萄酒 我俩这个结婚之前一直在想的 就是我们希望能有款自己的酒 然后这是我算完成我们俩自己的一个心愿 他真正的意义是你们在一起 你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 因为没有自己的酒庄 邓忠祥需要在租界的场地进行酿造 但是每一个酒庄都有自己的规则 任何一桶酒都必须遵守规则 灌庄的这个时间 过滤的时间 我们需要跟酒庄去预约 预约到你满意的这样一个日期 是OK的 你没有预约到 你也没有办法 你只能去妥协 所以每次在这种妥协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自己的酒庄 但针对于我们自己的酿酿理念 你其实不需要去妥协 因为这个是别人干扰不了你的 然后我们自己选定的这个葡萄的品种 我们自己选定的这个发酿工艺 我们自己选定的这样一个发酿的风格 主要是我跟我太太 我们两个人在定的 那么这些东西你是可以坚持的 这就是我们的两块脚 然后算好好好好好 到了紧张忙碌的准备之后 邓忠祥自己酿造的葡萄酒 已经发酵完成 根据夫妻二人制定的流程 这个时候 孙杰需要对葡萄酒进行品尝 从而确定接下来几个月 葡萄酒的发展方向 邓忠祥即将迎来最紧张的时刻 如果他失望的话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 没有太大意义了 他开心了 他高兴了 哪怕是这些酒我们不卖了 我们都自己喝掉 我觉得也都OK的 我不知道这两杯怎么 香气还不错 我每次喝我都想咽下去 我每次喝我都想咽下去 真假的 没有这么好 就是想让人咽进去的那种好 那就对了 我跟你说 你绝对是赫兰山东路 最会酿白葡萄酒的酿 真假的 没有质疑 就是第一 真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评价 真的 谢谢 谢谢 这个酒标上呢 我准备想一句法语 啥呀 我也是当了当时光旅行 嗯 哎 这个不错哎 对啊 是 哎呦 亭子里的酒 夫妻二人 信心满满 至于瓶子外的包装 孙杰则拉上了自己的父亲 其实我们想做的葡萄酒 不仅是瓶内的 要有自己的理念 我们希望它的整体包装 也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想着 可以和版画结合 因为我爸这边 是搞版画创作的 主要现在就是确定一下 做酒标的版画的方向 是什么样的 到底往哪个方向走 葡萄酒是一种 它本身来得获取的方式 就非常慢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喝到我们这款酒的时候 能够真正把节奏慢下来 放松 享受一下 当下的时光那种感觉 对 然后所以说 往这个方向靠一靠 人活一辈子 总有不同的这种时刻 然后你会经历 无论是悲伤的 开心的 然后是幸福的 还是沮丧的 你在每一刻的这样 总有那么一个阶段 会不同这样一个情绪 我们就想到了 时光的这样一个概念 创作它有一个过程 对 你先要创作草图 有像构思 这个过程特别长 这个因为你得想来想去 想来什么 烧脑 烧脑 烧脑过程 我给你拎两瓶好酒 然后您先发泛一下 哈哈 男人酒吧 我们一起拍一个 男人酒 以茶带酒 以茶带酒 谢谢 谢谢 冒表 谢谢爸 来算 哈哈哈哈哈哈 咱们去逗逗风 咱们吃饭前逗逗风 阿湘 咱们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自己的酒庄就好了 然后就可以带着弄到一块 我们就住在酒庄里面 肯定会有的 养点小动物 养点小动物 你想养什么小动物 你想养它 弄得喜欢拖 小鸭子 嘎嘎嘎 然后咱们自己再种点菜 嗯 你不是一直想要有一个一亩三分地吗 有机蔬菜 是吧 再过八年弄弄弄也就九岁了 都长大了 是不是 都上小学了 爸爸到时候说不定就有自己的酒庄了 是吧 爸爸一定努力的 你说爸爸你一定可以的 给爸爸鼓鼓掌 嗯 你说加油爸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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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邓忠祥 我是来自宁夏本土的一位酿酒师 八年前 我作为一个学习葡萄酒 学习酿造葡萄酒的学生 我在试图回答 在场的每一个人一个问题 中国葡萄酒是什么味道 八年之后 我站在这里 我站在国际最高级别的 这样一个国际展会 Pro One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讲台上 作为宁夏本土酿酒师 去和大家分享宁夏赫山东路 风土的多样性 所以我内心是非常激动和骄傲的 葡萄酒 一个原本来自于西半球的产物 却在地球东方的这片热土中 榨根孕育 我经常跟朋友说 其实我是中国千千万万 尿牛人中的一分子 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这片土地上 洒下了自己的汗汁 未来十年 也许会是中国葡萄酒 发展的黄金十年 那这黄金十年 我自己身在其中 热血飞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